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车以安全舒适不塞车的特殊优点以及变化多端的景观深深吸引着消费者 旅程中服务人员亲切的态度和善的微笑更是带给乘客旅途愉快的主要关键 各位同仁大家好 国内外的工商企业为了发挥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绩效和功能 一致地认为要以崭新的面貌和现代企业化经营管理的理念 来重新强化企业体质塑造企业形象以取信于社会大众 同时也要扩展市场的占有率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现在有许多大企业纷纷实施企业识别体系 也就是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这样的一个新观念 要透过大众传播的媒体让顾客对他们有更深刻的印象 也就是说要藉由业者他们本身具体的行为态度 再加上这个企业的商标符号啦等等一个整体的传播体系 来建立顾客对于业者他们的信任他们的信心支持等等 我们铁路局的陆辉以及最近设计的一些标志符号 员工的服装还有标准字体等等都已经编列成手册了 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在社会大众面前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呢 我想还是要靠我们全体员工以亲切的态度 热诚的服务来实现它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录制了这一套录影带 我们要示范说明在每个人的工作岗位上 我们应该有的一些服务态度和精神 亲切 欢迎您观赏祝您旅途愉快这个节目 我们这个阶段呢 我们要以抢答竞赛的方式来进行 让我们一起来熟悉一位火车的服务人员 我们到底应该共同遵守些什么样的事项 在竞赛的时候 如果你抢答答对了 你可以得到五分 如果答错 对不起你没有分数 而且你只有一次答题的机会 如果你没有办法一次把很正确 很完整的答案能够全部答出来的话 对不起 答题权就要让对方来进行了 你今天在我们现场有亲切队和服务队 两队的同仁在这边 我们要请他们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来亲切队我们先来 您好 你好 大名 张震言 张震言 您的职务是 我在新竹站担任站长 站长 这一听就是很大的官 这个站长都做些什么 只要是车站的是大小 通通都得管 总管 这官真大 来第二位这位小姐 我是陈曼珍 陈小姐 您确信是在铁路局服务吗 是 您是在铁路局服务 我还以为是中国小姐来了 好漂亮 来第三位 我是徐明杰 徐先生 您的职务是 我是台北车班列车长 列车长 列车长就是负责 整部列车的所有的工作了 是 那责任很大 平常这样工作上 会不会压力很难起 会不会很紧张 不会 有没有像今天这么紧张 还好 好 来 我是李书军 李小姐 您的声音好像有一点哑 对 我感冒了 不过没有关系 您的这个笑容 脸上的笑容 就是最亲切最好的服务 最好的介绍 对 这个是代表服务人员的精神 这一位 我是周康敬 周先生 您的服务是 台北站卖票 售票 怪不得我们觉得很熟悉 常常常在这个火车站买票时都会看到 您平常这样子一些业务上 总是会接触到很多客人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认识了很熟 能不能够有些什么折扣啊 没有 没有 公事公办 哎呀好啊 这个精神好 这要加薪啊 局长听到要加薪 来我们给他们加油 好 服务队第一位 来 我是苏仁浩 苏仙您是 我现在在台北站 担任票房副站长的工作 哦 票房副站长 是的 所以刚才这位就是您的同仁 同仁 是 刚才你看这公事公办一定要加薪啊 是 我的能力 哈哈 来 第二位 我是张玉飞 张小姐您的工作是 呃 自强号领班 自强号的 哦 领班跟着一般的服务 服务小姐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 呃 没什么差别 但是多了一道责任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分别呢 是 怎么样的资格可以做领班 这样子哈 叫你服务满了三年以上 你就有资格 参加考试 就是资历比较深 是吧 对对 还有经过考试 对 那您这么年轻 您就这个已经超过三年服务 您服务几年了 五年 哦 这回去算 我们不要算年龄了 哈哈 来 对一位先生 洪学雄 洪先生您好 您的职务是 票房领班 也是票房领班 刚才他说不可以 您可以不可以呢 看钞票了 生意吧 哎呀 你看看 这个随时不忘记 这个争取顾客 这也要加薪了 上来上来 不加薪 起码是今年的这个 等考机要好一点 对不对 谢谢 来这位 我是高水箱 高小姐 您的服务是 复兴号 复兴号 下面的服务员 是哦 我要记住复兴号 这么漂亮的小姐 谢谢 来这位 你好 我邓伟造 台北车班列车长 也是列车长 是的 紧不紧张 不会 不会紧张 这开车也不紧张 这个上节目也不紧张 今天会不会有好成绩 应该会 应该会 好有信心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 今天的抢答 请两队注意 我把题目念完之后 开始按你们前面的铃 谁先 这个灯亮了 谁先抢答到 就开始答题目 注意听 第一题 我们在服务旅客的时候 当然应该态度很和蔼 很亲切 就常常面带微笑 在应对上面 跟旅客答话的时候 有哪些 是我们最常会使用到的 一些口语词 请你列举 五个 好 亲切对 请谢谢 对不起 您好 欢迎光临 哎呀 标准答案 这么漂亮 小姐跟我说 欢迎光临 我一定常常要光临 好 第二题 准备了 服务队加油 看哪个手近一点 准备加油 第二个题目是 那么在服务 这个态度上的时候 在执行起务的时候 我们常常说 有六件事情 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做的 是哪 六件事情 好 服务队 不脱班 不酗酒 不赌博 不抽烟 不喝酒 还有 不轻浮 不暴胀 哎呀 好 标准答案 这个服务小姐们 都非常的熟悉 这些应该做的 不应该做的 这个男士们也要加油 对不对 男士们加油 好 我们来看看第三道题目 这道题目 我们要提的的是 如果说在旅客 对我们有一些要求 或者是请教我们这件事情 而我们没有办法 做到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先安抚他 然后以婉转的告诉他 然后再去请示列车长来帮助他 好 标准的爱 先很婉转的来把他安抚他 不要跟他产生冲突 对不对 然后请列车长来处理 好 哇 这个虽然声音很雅 但是一样的亲切 一样的标准 第四道题目 哇 现在是 这边是十分 这边五分 加油啊 服务队加油 这道题目是 在车勤服务人员 这边有服务小姐 有列车长 车勤人员在随着服务的时候 我们对他们的要求 在服务态度上面 有哪些重点 还是 亲切 对 哇 这个手长一点 比较厉害 来 态度要和蔼亲切 态度要和蔼亲切 注意礼貌 要注意礼貌 言语要婉转 要婉转 对 说话的 不可以跟旅客争吵 不可以跟旅客争吵 很重要 还有没有 说话要简单恶药 对 非常的清楚 是像您刚才 现在这样一样 简单恶药 答对了 这边现在已经三题了 对不对 十五分了 这边才一题要加油了 最后一题的机会 没有关系 这才是第一阶段 没有关系 这一题呢 我们要请教的是 如果说啊 旅客来问我们一些问题 而这问题不在你的服务范围之内 你不是很了解 那我们可能要告诉他 但是在告诉他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可以说一句什么话 还是这边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答案 那我问这边了 不是 答案就是不知道 答案就是不知道 答对了 好 我们第一阶段的抢达到这里 要告一段落了 我们来看看两队的成绩 亲切队是二十分 很高 去加油一下 五队 只有五分 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后面两个阶段的比赛 对不对 我们一起给他们加油 好不好 五队加油 怎么样 有没有信心后面赶过来 有 有信心 好 马上机会就来了 现在开始呢 是第二个阶段 这是一个模拟的竞赛 到底怎么样来竞赛呢 我这里啊 有六道题目 这每一道题目里面都是一种状况 在行车当中 如果碰到这种状况 服务人员应该怎么样来解决呢 我们要请两队互相来扮演乘客跟服务人员 我们马上就开始 刚才是服务队小叔一点点 我们让他们先来 好不好 好 来 服务队的队长来 抽一个 看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 这一个状况是 关于货品价钱 货品价钱的问题 我们来请派一位代表出来吧 好 欢迎领导 哦 这么恐无有力的一位啊 看看这样一位乘客上车 会给我们服务小姐出怎么样的状况 小姐运营是怎么卖 一包一百 一百块啊 好贵哦 好贵哦 怎么办 这个乘客对价钱有点意见了 对不起 我向上级建议改善 对 好吧 一百就一百吧 买一包 哎呀 你看这么亲切的菜 这个亲切的态度啊 虽然是这个 贵了一点 马上钱就掏出来了 来 五分 好 接下来 亲切队 看看你们所 调出来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好 这是怎么样的状况呢 冷气故障 冷气故障 请两方各派一位 一个表演 一个来解决问题 这么大的热天啊 这个冷气万一要是 真的故障了 实在是很麻烦的事情 小姐好热啊 你的冷气是不是坏掉了 温度稍微有高一点啊 我马上 实在太热了 我马上找了 服务人员来维修 我看我换个车厢好不好 我看前面车厢比较凉快 好 没问题 走 好 这个顾客至上啊 说什么都没有问题 这么好的服务人员 当然是五分 这个队长出来也难不倒人家 你看人家这个 说什么都有能办法解决 来 再来 第三个题目 好 看看这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这个状况是 寻人服务 寻人服务 好 要找朋友 来 各拍一位代表 找朋友 哎呦 刚才是这边的队长出来 现在这边队长出马了 队长出马不同反响 要找人了 有个什么问题吗 小姐 我有个朋友啊 在这个站上车 我现在不知道他在哪个车厢 可不可以麻烦您 可以 那他叫什么名字 我叫苏仁浩 没有您叫我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叫苏仁浩 叫苏仁浩 苏仁浩 好 那我马上回去帮你播音 到地底车 在山车 在我这个位置 我就先等他 好的 好的 好 谢谢你了 非常好 非常的客气 而且非常的详细 五分 好 这个 您要找的客人 要平常叫他错号 一下问名字 就想不起来了 好 来 这位 最大的一张 看看这个题目 是不是特别难一点 变当品质不佳 变当的品质不佳 遇到这种状况 应该怎么处理呢 一般来讲 我想我们在 我这上吃的变当品质 都非常好 可是万一 如果今天吃到的 有一点什么不太理想 怎么办呢 小姐 谢谢 你今天变当不太精鲜 这样找我看一下 对不起啊 我马上向餐厅建议一下改善 抱歉 对不起 对不起 很合作 两位都非常的合作 你满意他的服务态度吗 非常满意 好 五分 我顺带问一下 万一如果他不是这么合作 他说 我不要 我要退钱要换 你愿不愿让他换 愿意啊 是可以帮他换的 对 而且是赵树换 对 对 这么好的服务态度 下次 碰到这么好的服务人员 就算便当有一点 还是好的 这么好 来 还有两个 这个请 这边来 这个问题是 列车晚点 列车晚点 通常污点的情况 应该怎么样来解决呢 特别在赶时间的时候 万一晚点实在是很懊恼的 小姐怎么搞 这个车子慢了五分钟啊 对不起 我马上向列长 询问正确的原因 再来告诉你 这样子是 稍后 你一定要告诉我 一定一定 好 谢谢 好 一定要告诉他 而且是这么好的态度 发现这每一位都是训练有数 这个不但是笑容可举 而且 这个应对都非常的 非常的得体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看看最后这一位是不是能够贯彻时钟 都有最好的表现 这个问题 看是怎样一个状况 重号 重号 刚才有两位票务的在这边 万一卖了重号 怎么办呢 怎么来处理呢 尤其是长途旅行的时候 万一没有座位实在是很懊恼的 图位置上有一个人别人坐 小姐 奇怪 我这个昨天买的票 怎么现在有人在坐呢 你帮我看一下好不好 让我看一下好吗 好 对不起 你稍等一下 我马上找列长来跟你画个号码 那我跟你去好不好 不然等一下你给我放歌 好 没问题啊 可是你最好在这里稍等一下 免得你走远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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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怎么样 你觉得他的这个处理 你还喜欢吗 好 好 好 很满意 好 五分 好 两队表演都非常精彩 我发现你们不只是好的服务人员 也是好的顾客 都非常的客气 大家互相礼让一番 都是同仁嘛 是不是 何必难为对方呢 是不是这样子 好 我们来看看两边的成绩 亲切队今天的成绩是35分 很高 服务队到目前为止 他们的成绩是20分 也很不错 我们还有第三个单元的竞赛 所以你们加油 这个单元有三道题目 如果你们都能够答对 就赶上他们了 我们给他们一起加油好不好 来 服务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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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加油 第三个阶段呢 我们要比赛的是一些临时的状况 我想在行车当中 常常会出现一些临时状况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处理 才适当呢 我们要请两队来看三段的影片 每一段的影片里面 都有一个突发的一个状况 碰到这种情形 应该怎么样来解决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影片 好 在行车列车上面 这位服务小姐她发现了 前面好像有一点突... 哦 这位先生 她怎么搞的 好像有一点不舒服的样子 怎么办呢 碰到这样的状况 到底应该怎么办 好 服务队 服务小姐马上通知列车长 立刻来处理 然后列车长立刻比波音 看车上有没有医疗人员 是 然后来治疗 如果他病状非常严重的话 要你马上就医的话 我们就再下个战 就让他送你 是 非常的详细 坐您的列车一定特别安全 非常的好 五分 加油啊 最上五分了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状况 这段影片 在列车上面 如果你碰到这样的状况 哎呀 有不良分子在破坏公物 那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亲切对心 熟记人物特征 时间 地点 再马上请领班级列车长来处理 熟记人物的特征 时间跟地点 然后请领班来处理这样的状况 答对了 标准答案 好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道题目 第三种状况 这是在一个不准吸烟的 禁烟的这个车厢里面 哎呀 这位先生怎么在这里抽烟呢 哎呀 这实在是很没有公德心 你看看影响到旁边的 哎呀 旁边这位女士你看 被她弄得非常难过 她要聚抽二手烟了 你在这样一个车厢里面 碰到这样的事情又应该怎么办 哎呀 好 服务队 谢谢您 对不起 这车厢是非吸烟车厢 如果您需要吸烟的话 请您到上下车的车门口吸烟 并请您把香烟头熄灭以后 放在车门口的烟灰隔离 谢谢您 非常的详细 在这个列车上面碰到有人在那里抽烟 特别是在这个禁烟的这个车厢间里面呢 碰到这样的事情实在很让人不舒服 那么我们看看 经过你刚才这样的一个劝解之后 会有怎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看看 好 服务小姐来了 先生 对不起 我们在车厢不能抽烟 麻烦你把烟洗掉好吗 如果您要抽烟的话 请您到上下车的车门口 谢谢 好 像刚才我们领班 这么娓娓地速来的话 不要说现在把烟洗掉 大概它就戒烟了 再也不抽烟了 好 五分 我们今天的竞赛呢 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我们来看看两组的成绩 亲切队现在所得到的分数是 四十分 哇 非常的高 然后我们的服务队得到的分数是 哎呀 小舒一点 三十分 也很棒 来 自己给自己加油一下 我们今天的优胜是亲切队 亲切队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份 非常特别 是由我们铁路级的大家长 我们的局长所为各位 特别准备的五份 非常精致的礼物 来 我们给他们 恭喜他们 好不好 各位同仁 确立一个服务的观念 诚诚恳恳地来接待每一位旅客 让大家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树立我们铁路局良好的一个形象 我想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 更重要的是 我们都需要有专业的技能和素养 我们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到工作现场去 看看一位服务人员 他的工作内容到底是些什么 那么又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您是不是觉得这个画面 看起来赏心悦目呢 这是因为服务员的态度亲切 尤其服装仪容整齐清洁 让人觉得精神抖擞 身心愉快 当然 亲切热诚的服务 也是全体同仁不可忽视的重点 先生 选我为您服务吗 先生 选我为您服务吗 先生 四十一车次什么时候到 四十一车次在八点三十分到达本站 预定停靠第二月台 商业请为您 九点四十分由花莲开来的自常 好 今天几分大站 您等一下我帮您问一问 服务中心是大众接触最频繁的地方 旅客往往需借由服务中心亲切 热诚的服务 才能圆满达成旅游的目的 服务中心的工作范围很广 因此工作人员必须熟悉 与客运业务有关的法令规章 车种 票价 列车倒开时刻 各地风景区及交通情形等尝试 请问你要买什么时候到哪里的车票 买明天到高雄自强号九点的 对不起 这班座位已经说完 是不是可以考虑坐下一班车 也好 售票人员是第一个正式接触旅客的服务人员 良好的服务态度不仅代表个人修养 更代表铁路局的形象 所以售票人员应把每一位旅客 当成自己的客人 亲切热心的接待 您看旅客们等得有多新交 所以售票人员在工作中 不可以擅自离开工作岗位 耽误旅客的时间 并且要本着公平原则 不可以违反规章 不可以违反规章 领班人员应该确实核对电报 为售出的座位 应立即通报前方站叙售 对不起 请你把这件经理包装好 你详细添写棒条 谢谢 麻烦请你把这个标签绑在包裹上面 由于车站设备的限制 行李人员的工作非常辛苦 往往必须付出更大的耐心 认真工作 旅客托运行李时 服务员应该先检查 行李包装是否完好 有疑问的行李要妥善处理 然后根据各车次限制装卸的条件 事先填写受受证 依照规定办理乘运交付手续 旅客托运的行李应妥善保管 并且迅速装卸 不可以延误列车开车时间 各位旅客五点四十分 往高雄的举光号 在第二月才快要开了 还没有上车的旅客 请赶快上车 六点整经海线 往高雄的举光号 现在开始检票 请过天桥 在第二月才后车 六点九快送 到辆的地方 在快车 现在开始检票 相会的表情 对不起 这位小朋友 现在超过一百一十五公分 请你买票上车 检票人员的工作 是管理旅客进出站的检收票口 必须了解各次列车 倒开的时间 停靠的月台 并且熟知中途停靠站 以及终点站 注意有没有逃票的旅客 核对旅客车票 检查旅客有没有 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 收取旅客的补票款时 要立刻填发收据 要切实掌握检票时机 旅客多时 要加开检收票口 或者提早开始检票 小长请教一下 这部车是不是现在到高雄的举光号 不是的 这是三点半金山县到高雄的复兴号 这班车在第二月台上车 第二月台 好 谢谢 由于响岛人员的引导与服务 不但可以节省旅客时间 并且维持车站良好的秩序 响岛人员的工作 是经常巡视后车时 月台等处 引导与劝导旅客排队 购票 检票 候车 出站 以及站内的秩序与整洁 列车误点或发生特殊事故时 立即通报旅客 并且予以适当地降导 站长是全站的大家长 因爱护部署 善用企业管理理念 领导全站工作人员 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 与最好的服务品质 站长必须熟悉规章 充实专业知识 做好日常在职训练 转达业务有关的文殿或命令 督促所属 确实执行 促进所属 了解陆局政策 避免错误的观念 建立横的协调联系 沟通员工的意见 适时向上级反映 确实了解车站 营运业务的变迁 分析利弊得失 反映上级 作为拟定营运政策的参考 欲有天灾事故 更因果断指挥所属 沉着应变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是 战情服务人员的工作内容 以及应该注意的事项 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觉得 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好像一枚小螺丝钉一样 紧密着关联着铁路局 这部大机器整个的运作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看 和旅客关系最密切的车勤服务人员 他们的工作内容 以及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 列车长是列车的主管 负责督导全列车工作人员 结成为旅客服务 及适当处理列车运行中 所发生的一切问题 列车长自起始站开车后 应从最前面的车厢 依序向后巡视 查看车门是否关闭 各节车厢设备状况 空调运作情形 旅客的动态 以及行李放置情形 并且接受旅客申请办理补票 列车长在验票前 应该先以播音或口头通报旅客 态度要端庄有理 不可与旅客发生争执 对于逃票较多的区间 要机动性的抽验 在列车行径中 要随时巡视车厢 维持车内的秩序与整洁 劝导旅客不要攀离车门 维护旅客的安全 如果发现旅客受伤或疾病时 应该详细记录时间地点 并以电报备查 立即播音请列车上 有职业的医师 或有医护经验的旅客 协助急救 如需送医时 应要求前方站 转报较大车站 备车就医 列车行驶中 如果发生路线中断 或其他事故延误行车时 要立即了解行车状况 向旅客简短播报 并且妥善防护旅客 与列车安全 列车停站时 列车长应下车 在月台上执行列车监视 亲切有礼的招呼旅客 下车及上车 并且与车站保持联系 各位旅客 您好 欢迎您的光临 本列车是8点21分 由板球站开车 8点40分 由台北开往花莲 志强号列车 预定站11点33分 抵达终点花莲站 沿途田口 松山 八渡 瑞芳 宜兰 罗东 南澳 新城 花莲等站 祝各位旅途愉快 列车参旅人员 与旅客的接触最为密切 应特别注意礼节及仪态 态度要和蔼 依照规定开车后 一面播放音乐 同时分发报纸 递送第一杯茶水 行驶中并适时添加茶水 以及收回报纸 加以整理后重新分发 摊旅备品应放置整齐 不能妨碍通道或车座 随时收拾空瓶罐 及废弃物等 保持车厢内的清洁 此外 还需协助列车长处理旅客重号 护城 月城等情况 列车停站及启动前后 参旅人员负责车门开启与关闭 列车停站时 应在车门等候 扶持老弱富儒及行动不便的旅客 并且引导其他旅客下车与上车 特别注意站立的知识 对于旅客遗失的物品 不论是在站内或车上 都应立即归还原主 或报请主管清点 以公告或播音方式招领 车行人员和旅客相处的时间最久 所以旅客对于我们铁路局的印象 以及他这段旅程到底快不快乐 几乎决定于车行人员的服务态度 所以我们要请每一位服务人员 您仔细认真地来执行每一项工作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看餐厅服务人员 他们工作的一些情况 餐厅门事部应在每日早上开始营业前 将桌面、桌椅清理干净 陈设完毕 旅客选购食品时 立即支付餐券及填具统一发票 旅客用餐完毕后 服务人员应随时收拾餐具 并将桌面擦拭干净 各位同仁 旅客第一服务智商的观念 这是我们铁路局全体同仁共同的期望 同时也是你我的责任 让我们一起用亲切的态度 热诚地来为每一位旅客服务 出去旅游这是一段旅程 而在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 也是一段旅程 人生、事业更是旅程 让我们一同来为所有的旅客 提供一个愉快的旅程回忆 也让我祝福您工作愉快 明明花破黑夜 用希望在你我心中燃起火焰 迈向掌心的一天 未来将是属于我们的世界 世界 心与心相遇 手和手相遇 我们相信 一起之间的距离 不再遥远 心与心相遇 手和手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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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脚一起飞向 无边的蓝天 心与心相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